爱美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雪 我是金彩玲 今天我们一起又跟大家见面了 彩玲又笑 可能要换演员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又见面了 然后还是继续聊上一个话题 就是肋骨鼻 我们做完肋骨鼻以后 这边不是还有伤口吗 然后这部分的伤口的话 其实大家比较担心 术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后遗症这样的 希望彩玲给回复一下 我就是遇到过很多顾客 他就是对肋骨鼻最大的一个 就是他就是顾虑 顾虑吧 他就是最大的顾虑 就是这个疤痕这个部位 他觉得就是从这边取了一个软骨的话 总会觉得这边疤痕会很大 然后后期会很丑 假如说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宝宝 他也比较担心结婚以后之类的一些问题 对对 也会有这种问题 其实我们不用太担心 首先的话 他这个切口处他不是很宽的 他其实很很窄的 然后现在缝合的技术也是比较好的 缝合以后 然后后期恢复好的话 他也就是一条线 然后等他完全恢复好 他就等于就是一条白线一样 基本上你不去细看的话 他是看不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根据皮肤的一个类型 如果说你是稍微有一点点是疤痕体质的话 咱们可以后期有一个管理啊 就是说在术后涂抹一些疤痕软膏啊 然后进口量是医院给推荐的 或者是咱们去要点买一些就是对正规一点的 像疤痕之类的比较好一点的去涂抹 或者是在后期疤痕有突出的话 再去做疤痕的激光手术之类 这是后续的一些事情 咱们都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说做肋骨鼻的情况下 最担心的疤痕问题 问题不大 现在的话就是技术越来越发达 然后这个线其实也是越来越细 然后院长的技术也是说越来越牛 所以说其实只要是伤口缝合的没有错位 它就是平整的下来的话 其实正常的术后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 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它刚开始有点泛红嘛 然后后来慢慢的淡化了以后 有点肉条颜色 然后会慢慢的下去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的 但是如果是说特别担心的宝宝 就像采琳说的就可以去买一些疤痕膏 疤痕膏也分两种嘛 就是拆完线 涂抹一周的 然后因为拆完线那个伤口还是要愈合的 然后等到那个一周以后还是有另涂的 也就是说这种后面的这个强效一点的疤痕膏 也可以再跟上 但是如果是说稍稍不幸的就有一点疤痕体质的宝宝们 留下了痕迹 后续也有疤痕针 激光 对 这样子的都可以去解决的 并且其实上期我们讲过的那个出车祸的明星啊 这样子的 他有一些手术可以去解决 对对对 但是肋骨疤痕完全到不了那个程度 就完了解 所以说其实这个部分 真的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只要是你后期这个维护好 然后找正规的医生 专家去做手术 就可以的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然后耐心的等恢复 是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